第四題下列有關實驗是安全的敘述何者正確 選項A 實驗後要將所有的垃圾和化學藥品丟到垃圾桶 這個是錯的 垃圾丟垃圾桶可以 但是化學藥品有些是要回收處理的 要不能夠直接丟到垃圾桶裡 選項A是錯的 選項C 使用有毒或高揮發性的藥品時 要關閉門窗避免毒氣外泄 這個是錯的 我們在上課的時候就講過 進實驗室首先就要打開門窗 讓空氣保持流動 而使用有毒或者高揮發性的藥品 應該在通風櫥上面操作 所以選項C是錯的 選項豬 為避免口渴 要帶一瓶飲料進去喝 這個當然是錯的 我們強調過 實驗室不可飲食 所以不可以帶飲料進實驗室 那麼只有選項B是對的 沾到化學藥品 應盡速與大量清水沖洗 所以第四題問我們說 下列有關實驗室安全的迅速 何者正確 我們答案選的是B 如果眼睛不小心沾到化學藥品 應盡速與大量清水沖眼睛 除非 現在不可以 先進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